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10月6日 2024年WTT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打响 孙颖莎与王曼玉迎来得比大战 最后 孙颖莎4比2打败队友王曼玉 赢得女单冠军 孙颖莎 王曼玉都是国兵的核心运动员 此前已经两次征战奥运会并获得晋级 不过王曼玉两次都落选单打 位置不如孙颖莎突出 最近一年国际比赛更是五次输给孙颖莎 所以这次决赛也相对更下风险 不过考虑到两人都是女拼的顶尖选手 而且都拿过世锦赛 亚运会等顶尖大赛的单打冠军 所以无论谁输谁赢都很正常 没有人敢说自己能稳赢对方 在前五轮的比赛中 孙颖莎3比0胜巴约 波兰 3比1胜宽曼 3比1胜刘伟山 4比0胜伊藤美城 日本 4比0胜范思奇 王曼玉则是3比1胜石巡瑶 3比0胜温特 德国 3比0胜齐于轩 4比1胜何卓嘉 4比2胜陈信同 两人都遇到了多位队友 相对来说 孙颖莎的晋级之路更为平坦 王曼玉遇到了更多的挑战 这对于两人的决赛发挥也可能造成影响 比赛开始后 王曼玉率先从反守卫发动 以多板相持得分 随后 孙颖莎通过发球变化进行追赶 在前三板上 战局较大优势并成功反超比分 随后不断拉开差距 最终以11比6成功拔得头筹 赢得并不算困难 王曼玉自己失误相对偏多了点 第二局王曼玉第一个球擦网得分后 气势有所回升 但孙颖莎也迅速发动 在进台加速暴冲 从中间位突破王曼玉 随后又直接发球得分 实现逆转 然而后半段却连丢局点 王曼玉在7比10 10比11落后的情况下 实现翻盘 最终以14比12险胜扳扳回一城 但腰部似乎出现了受伤的情况 第三局 两位运动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相持对抗 对正手的使用率也在不断提升 从台内调打到中台相持都打得非常坚决果断 孙颖莎在落点和线路上相对更灵活 多次从王曼玉的正手空档进行突破 很快便拿到了多达八个局点 最终以11比4轻松拿下 再次领先大比分 第四局王曼玉增加了前三板抢攻的威胁 在进台迅速上手挑打 暴冲得分 不过孙颖莎虽然短暂落后 很快也通过加利快思等手段逆转比分 随后两人不断打平 王曼玉在后半段的进台抢攻上逐渐赢得机会 随即以11比7胜出 双方再次打平 第五局两位运动员依旧是互不相让 打出了非常精彩的多板相持 中间段孙颖莎成功将王曼玉打退台后 赢得主动 随后 王曼玉自己反手拧拉 正手抢拉均出现失误 很快又被拉开差距 孙颖莎虽然在10比6领先的情况下 丢掉两个局点 但最终没有重蹈第二局的覆辙 以11比8将队友逼入绝境 第六局 王曼玉背水一战 与孙颖莎纠缠至中间段落后一分的情况下 较出暂停进行调整 回到赛场后 孙颖莎接发球 直接抢攻拿下 随后又反拉王曼玉的主动进攻得手 后半段非常冷静地在9比6的位置暂停稳住心态 最终以11比7结束整场比赛 由此而击败王曼玉夺得女单冠军 接下来 北京时间10月6日19点 WTT大满贯中国战将迎来南丹决赛的争夺 有19岁小将挑战双圈大满贯得主马龙 这场新老对决意义重大 这是国平男队00后新生代 能否突破一代王者的焦点大战 龙队经验丰富 小石头冲击力十足 双方有哪些优势 比赛胜负的关键点又在哪里呢 下面与大家共同探讨分析 林诗栋战胜马龙 需效仿樊振东张本治和 战术上要压反调整 就单板质量 击球速度 相持能力而言 林诗栋应该是要强于35岁马龙的 不过 要想打出这些优势并不容易 马龙是战术大师 控制大师 这么多年 樊振东 梁敬坤的相持实力 包括反手能力 早已超过了马龙 凡 梁二人一直是处于冲击龙队的位置 就是马龙的台内控制太好了 摆短 回摆短等技术 可以把你锁死在台内 没有上手暴冲的机会 南丹半决赛 梁敬坤又被马龙这一套路给控制住了 李诗栋要想最大限度的摆脱控制 就是不要跟马龙过多去斗台内小球 主动劈偿 然后直接形成强相持 相持中要借鉴樊振东 张本智和的战术策略 那就是压住反手 快变马龙正手直线 马龙的反手相对较弱 而且有侧身进攻的习惯 一旦他侧身之后 正手的空档还是比较大 来到35岁的年龄 马龙的正手保护移动能力 也是有所下降的 主动形成相持 打出自己的单板质量 这是黎诗栋取胜的主要战术 马龙争取在前三板得分 最大限度释放正手火力 不跟小石头反手对轰 与黎诗栋把球打简单化相反 马龙在前三板上要拿出足够多的变化 一方面不让黎诗栋直接反手抱宁 另一方面 要主动把正手火力打出来 马龙是40加大球时代 少有的以正手进攻体系为主的球员 如果正手连续对攻不得分 那龙队基本上就要处于下风了 当然 从南丹半决赛来看 马龙对轰凉敬坤反手上 也不是很下风 马龙也一直在提高自己的反手相持能力 不过 澳门冠军赛黎诗栋跟张本志和 林云如对反手 几乎一两板内就直接打穿对手 打得林云如都没有反应 除了前三板的控制 抢攻 正手杀伤力之外 马龙要想赢下林诗栋 最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与林诗栋反手强相持 一旦形成这样的局面 林诗栋的强项就被打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南丹半决赛林诗栋对轰相鹏 小石头简直为中远台之王了 正反手反拉能力 让人瞠目结舌 两人激战七局 马龙体能不占优势 双方前三局争夺太关键 林诗栋 马龙两人相差了16岁 与小自己十几岁的年轻人强强对抗 马龙一旦被拖入决胜局的话 那七局大战体能肯定吃不消了 相鹏在与林诗栋强强对拉时 就有摔倒在地的情况 龙队打了太多的比赛 他肯定知道这一点 双方前三局的争夺非常关键 如果马龙2比0或3比0领先 那龙队4比1或4比2有可能拿下比赛 如果马龙0比2大比分落后 那以龙队的体能 精力逆转的难度会非常大 打好开局 前三局控制严密 或者谁能更多地抢先上手 这是决定比赛走向的一个关键 马龙此前控制林诗栋也很有办法 不过小石头最近状态爆棚 澳门冠军赛战胜了林云如 张本志和王楚清这样的名将 最终男单夺冠 个人感觉 林诗栋有些势不可挡 马龙与林诗栋这场比赛 就是比赛经验VS单板质量的一个对决吧 大满冠赛是男单积分与奥运会相同 大赛上的龙队还是与众不同的 马龙 林诗栋都没有拿过 WTT大满冠赛式的男单冠军 大家看好谁胜出